還不就老樣子 翻翻白眼然後飄走 看到芳瑋琪翻白眼 就知道郎東黑人有座城市啦 翻翻21號出席公益活動 自稱沒有舞蹈天分的她 爆料在家最愛跳舞的90千人 喔 她愛扭到不行好嗎 對 非常自戀 每天在家就是裸個上半身 然後就像照著鏡子這樣 蠕動自己下半身喔 裸體在扭動嗎 裸上半身啦 對 畢竟我家還有保姆在家 還是會要全裸比較好 她會逼你看她在這邊跳舞 現在不會了 之前會 現在就是逼保姆看 就是因為黑人平常她愛鬧 難得貼心一回還被范范質疑有鬼 有一天我從那個廣州演唱會回來 就突然看到我們家衣櫃 整整齊齊地上沒有任何一件衣服 然後中間放了一個禮物 就是一個手房 她送了我一個小禮物的手房這樣 我想說天啊 你不會是外遇了吧 你發生什麼事 而提到好閨蜜小S最近參加新節目 姐妹們集聚一趟卻獨漏泛泛藝人 難道是友情岌岌可危了嗎 因為她叫真正的朋友嘛 然後其實本來我們也要約 就是要一起 就是約大家啦 但是我在巡演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 然後那天就是 他們那個製作公司 也希望我可以轉發一個 就是幫他們真正的朋友 轉發一下這樣 結果就很多人說我那個 不是真正的朋友 可惡 我是真正的朋友好嗎 好啦大家不要調波 人家真的是好朋友啦